2014年第三届好声音啊 那里是梦开始的地方 只要你轻轻一笑 我的心就迷醉 一首欢迎精作了三位导师 其实啊最早 琪玉唱这首歌的时候 便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清新脱俗里边 漂浮着淡淡的酬绪 而其余那种介于古典和流行之间的空灵嗓音 更是将爱与愁的曲折心境 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好声音的舞台上 周深开口啊 直接就将人带入到了一个场景 在这里面呢 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一个女子 站在孤独寄寥的体验当中 独自的诉说者往事 随着歌曲就到副歌部分 情绪高涨 只有你的欢言笑语 但我在漫漫长夜有所依 更是将女子对心上之人 渴望归来的情绪表现得一览无余 而最后的哒啦啦哒啦啦 像是女子回忆之后啊 只剩下了无奈空流原地 最先转身的是琪琴 作为自己姐姐的歌啊 琪琴对欢言肯定是有着 异于其他导师的歌的这种感觉吧 后来包括琪琴也提到了啊 自己姐姐的歌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唱的 其中那些隐晦苦涩的情感 很难通过唱法的技巧来体现出来 你啊也就周深是第一个人做到了 之后转身的是杨坤和纳英 也有了著名的女孩梗 为转身之前呢 杨坤表示这女孩唱得不错哟 转了 发现是男生 真的是大吃一惊啊 而汪峰为何不转呢 瞎想啊 应该是觉得自己这个交不了吧 再往回啊 周深和李维合唱了贝加尔护盘 空灵嗓音诠释了护盼的爱恋 最后输给了温暖的男生李维而被淘汰了 很多人骂纳英 说他不记中人才 其实纳姐也是很无奈的吧 很多节目组的要求啊 自己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无能为力 不过后来啊 纳英对周深帮助了很多 不得不说 纳英是周深真正意义上的导师 虽然被淘汰了 但是天籁之声的周深呢 是深深的印在了很多人的脑海里面 我也是其中之一 周深呢 1992年9月29号出生于湖南绍阳 从小呢 就跟父母在贵阳生活了 2010年啊 周深从六中毕业 然后到乌克兰学医 2016年的6月 毕业于乌克兰的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 美声转业 以我的观点来看呢 这个医术能够治愈人生理上的病痛 而音乐能够治愈人心理上的疾苦 周深虽然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医生 但是他用歌声安抚着每个人曾经受伤的心灵 周深的嗓音啊 非常特别 经历和养起是有一些相似的 就小的时候错过了变生期 然后别的男孩子都在磕磕磕的 可是自己呢 却只能够喊喊喊 一开始啊 也是对于人类的不认同吧 自己内心是非常的孤独的 害怕被嘲笑 然后想要通过医术来改变这样的状况 可是后来发现啊 自己所认为的短处 竟然也是自己的特别之处 正如高晓松老师评价的说 介乎于同声和女声之间的摩音 一个人的唱试斑 周深这种干净嗓子啊 带当今的行业更加的少见的 大家都是拐着弯来唱歌 然后拐来拐去耍各种各样的东西 而像他这种安静的美男子 安静唱歌的真的太少见了 所以啊 我这么一听 哎 这个声音就觉得丝毫没有抵抗力了 是的 这种介乎于同声和女声之间的声音啊 不管你唱什么样的歌 怎么样的唱法 都会带给人一种安静空灵纯洁的感受 在当下浮躁的世界当中 洗涤我们的灵魂 周深在学习美声的期间啊 无论是美声唱法 还是气息技巧 甚至是多国的语言 他都是脚踏实地 非常努力的去学习的 打下了非常好的音乐工地 回到国内之后啊 无论是录音棚还是现场 唱歌几乎是零瑕疵 咬字很准确 吐词也是非常的清晰 被B站的小伙伴们亲切地称为AI歌手 类似于洛天一 他是一个网络AI的虚拟歌手 你只需要去书词 然后和歌曲 他独特的一个算法 就能够生成一个音乐作品 而由于在这个乌克兰学系的美声 所以周深出演的大多数都是一些欢庆的场合 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啊 美声音乐是非主流的音乐 应该是出现在春晚的 国庆等等一些升华场面的地方 而流行音乐才是主流音乐 才是大众音乐 是千家万户随处可见的自由哼唱的音乐 于是周深就渐渐转型了 类似尾声的唱法 然后去翻唱女声的作品 他对于气声的掌控和这个徐佳莹 是难增伯仲的 在2016年的《蒙命唱将》节目上面 他翻唱了《神奇百马》 真的听了男嘉宾回到初恋的感觉呀 但是却被纳英语道出 的确他对于气声和混声的掌控 熟知于他的人啊 立马就能够识别初恋了 在没有进入到大众眼界之前 他都是默默无闻的唱着歌的 看着直播的 而2016年的一部 《大鱼海棠国漫横空初始》 是惊艳了很多人 大家对此是扁包不一 有人说感人至深 有人却觉得不如国外的动漫 但是在我看来啊 《大鱼海棠》绝对是中国动漫里面的里程碑 在电影里面很多的细节啊 都是满满的表达了制片组的诚意 国漫崛起了 而电影《大热讨论》之后啊 一首主题曲《大鱼》也进入到了人们的耳膜 温柔的气息 鸟鸟的钢琴声 代表着中国风的弦乐 真的让人难以忘怀 那一句 看你飞远去 真的是更加冲击着人的心灵 没有嘶哄的加持 却极具穿透力 深入人心 让人不禁的潸然泪下呀 周深渐渐为人所知了 周深的弱混控制 在国内能够达到李健老师的级别 甚至有余 练习过混声啊 都知道啊 许多想要从事音乐工作者的人 都倒在了这一关 而弱混对于肌肉的控制 更是上了一个台阶 曾英明对于弱混的诠释 就达到了顶家的水平吧 但是他在歌手当打这年的节目上面表示啊 自己还是不愿意去挑战周深老师 而场面估计会输多赢少 当然了 这也许是曾一鸣的签词吧 但周深的实力啊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后来周深渐渐将流行唱法和美声相结合 要知道啊 两种风格迥异的唱法结合在一起 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 大家所熟知的生日人心男团 他们是一个美声四重唱组合 组合美声合唱的难度就很高 而他们呢 想把美声跟摇滚结合在一起 这难度就相当大了 而这个 Radio Acton是他们的案例之一 只可惜啊 效果不尽人意 春风水里面也被唱出了春晚的感觉 不过他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啊 肯定是崎岖的 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我相信啊 有一天他们一定能够创造出 自己独特的摇滚美声音乐风格 而反观周深吧 他对于这个曲啊 是有独特的理解的 就好比大于这首歌吧 在主歌副歌部分啊 采取的都是流行唱法 而到了歌曲最后的吟唱 将流行和美声相结合 给人一种壮阔的感觉 用在曲末呀 点明了故事的中心 秋离开的悲壮 又升华了主题 春和坤获得了重生 让一首歌啊 有了层次感 周深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人 在接了很多综艺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定时定制的发新歌 我在QQ音乐的平台关注了他呀 结果是三两天他就出新歌 这比我在全民K歌平台上面 发个频率还要高 当以前呢 他还是一位网络歌手的时候 听到他的作品 就化身孤岛的金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他的性别 后来得知他是男的 然后也是大吃一惊的 但是还是没有杨坤老师那么夸张了 再后来便是那一首耳熟能详的 大鱼之后啊 还有两版是非常经典的 一个是中国新歌声第二季第十七 周深助阵这个郭庆演唱大鱼 然后这一版比原版还要高了一个调 在其中啊 周深加入到了男低音和声和女高音的和声 将每声再一次的融入到流行音乐当中 最后的那一段吟唱是极具力量的 其婉软优美的声线 被网友们称作为海妖的声音 二是歌手当打之年节目当中的开幕战 周深带来的一版大鱼 这次较之前呢 风格更加的成熟了 以前呢 周深会去用女生的方式去唱歌 而这一次他唱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也是从这以后啊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周深这个宝藏 在歌手当打之年的一期节目当中 周深演唱了一首二次元的歌曲 也就是达达崩巴 其中啊 周深用了六种声线 将多个角色展现的淋漓尽致 其中有女孩的伪童生 有国王的男生 有勇士的真声 有独白的女生 还有巨龙的美声 加上花枪 而让人惊奇的是啊 渐歇还加入到了极乐尽土的舞蹈 而这么有诚意的一首歌 当天晚上的热度变过亦了 对于别人来说呀 他展现出了许多元素 二次元音乐 舞蹈 甚至是有一些戏剧的成分 带给了观众一次全新的 而且过目难忘的音乐盛宴 而对他自己来说呀 做好了将美声和流行相结合 这才是最让人开心的事情吧 有人说周深的出名 靠的是天生的一副好嗓子 我觉得不是的 是靠1%的天分 再加上99%的勤奋 走向成功的 同时参加多个综艺节目 又能够定期发歌 很少有歌手能够做到 但是他就是那一种 生活给他的压力越大 他越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期待有一天人们会对流行美声 有一个新的定义 而周深呢 便是这一场运动的发起人